去招在立法院开议的第一天 蓝绿两边则上演是女战神之战吗 来看到是民进党的黄杰 上午在议场的开设国民党的徐晓星 那么同时当时黄杰是伸手想抢下了罗志强的麦克风 遭到徐晓星的阻止 双方一阵相互大喊剖秀 而且场面相当火爆 两只手张的最开不对往前挤 国民党新科生量王徐晓星 开设民进党白眼女神黄杰 黄杰一度躲开防守 徐晓星一路追 朝得面红耳赤 国民党一打三 张家俊王玉敏杜真人乔 民进党无配意赶来火力支援 当内前辈王美慧无私咬也围上来撑腰 黄杰一个剑步伸手想拿走罗志强手上麦克风 徐晓星瞬间揪住黄杰的手 另一头国民党王宏威柯志仁 和民进党王美慧无私咬短兵相接 国民党团为杯葛 立法院长韩国瑜干脆直接喊休息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谢谢 重面混乱了三十九分钟 绿伟直接开骂 昔日宿敌黄杰更是不留情面 他第一时间是选择休息 那就到后面躲起来了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蛮偷懒的一个行为 那可以看到国民党就是没有本事 只会闹事 那他的本事在哪里 我个人是没看到 黄杰除了翻白眼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本事吗 还好意思说别人偷懒 就是你在高雄市议会的时候你最懒 可是怎么可以去动手抢别人的东西呢 这个麦克风又不是你黄杰买的 徐晓星攻击力都拉美 黄杰也有备而来 就幸好在过年之前 有跟我的一些伙伴 像是吴佩义委员 我们有先去学以色列防身术 在一场的第一天 就可以派上用场 请问落跑是什么样的以色列防身术 没有看过以色列人这样使用防身术的 看到快笑死 但总之以色列防身术如果真的要用的话 那就没有人要学了 蓝绿星的女战神周峰 成为开议日的最大看头 记得曹天周过峰 SQ小组台北采访不到